滚滚长江东市水浪花淘尽英雄类 全军更近一杯酒 五白征战 几人回 不过有些英雄还是穿越回来了 可这一穿越就是几千年 我叫肖强 外号小强 一年前开始帮神仙刘老六 接待从古代穿越到现代的历史名流 由于回去的客户导致了历史的改变 我还得回到过去帮着维持历史原状 为了救出被金屋主绑架的李诗诗和我老婆包子 我从各个朝代的皇帝那儿 凑足了三百万兵马 打算围攻金屋主 现在军队的补给又出现问题了 我找到了被梁山招安的大臣王太位 王太位 给你一个荣归故里扬眉吐气的机会 干什么呢 我想了想啊 这趟活啊 还就得你合适啊 那高求他们不是迫害过你吗 你啊 可以回去收拾他们了 顺便啊 讹一下你那旧主子啊 让他把粮食都给咱们送过来 啊 我去 合适吗 再合适没有了 怎么说你也是干过朝廷的高层啊 我现在以联军总元帅的身份 任命你为总督粮食 去跟宋徽总借粮食 是 可是 我以什么名义去呢 就说是车马费吧 他这么大一企业 咱八百万联军 以他抵抗了那么多天的金融风暴 那总得意思意思吧 至于能弄了多少粮食 就得看你的本事了 赵画家有多少家底 而你心里也大致有数 是吧 我倒是跟六姑的人啊 都打过交道 你朝廷的家底嘛 三百万人嘛 演磕发乐 还是不成问题的 八百万 你对外 你得说是八百万 行 动身吧 可是 我穿什么去呢 以前那官服 不都烧了吗 就算再也不能 穿了呀 你现在可代表的是我们联军 这样吧 我这根 我这 我这顶头盔 借给你 你再随便去唐军或者明军那里边 找付盔甲 反正朝廷那帮人也不认识 好 一定不负大帅的厚望 那个 我这次去 带多少人满呢 随便带几个意思意思就行了 带的人多了 显得咱们联军心虚 可带少了我心虚 你快去吧 你是历史上第一个有八百万军队做后盾的官方代表 可得好好珍惜这个机会 好吧 几个小时之后 王淫驾驶着金杯车拖着两辆平板车冲在了我帅账的门口 我出去一看 现在两辆平板车满满渣渣的捆着大包 李津水跳上板车掀起了帆布 一一翻捡过后说 是方便面和面包 快到保质期了 不过还能吃 就得要这快到保质期的 玉财往直一来 绝对比刚出场的还新鲜 我呀 已经把玉财周围农民的平板车呀 都借来了 还联系了好几个严重滞销的视频厂 只要咱们这个钱一到位 巨多巨多的物资 那是源源不断的 金少言把一张银行卡塞在王淫手里说 王哥 那可就辛苦您了啊 这事完了我在西湖边给您买头别墅 你给我整西湖边上干什么呀 让你嫂子知道 还以为我外边有小呢 以前买的不动场 王哥要钱不方便 我就直接把那地儿给您换到玉台边上去 这最近不是手头的劲是不是 你小子终于知道省得花钱了 我说你来北宋 身上揣张银行卡干什么呀 习惯了 没张卡的人身上我不安全 可在北宋你花得出去吗 这不都花出去了吗 行了行了 把你的别墅卖了 给我们方家军的人改善生活吧 也算我这个上书啊 为自家兄弟做点贡献 不许拉挡结派啊 尤其是身在你这个敏感的职位上 让人家知道了 敏感多不好 我什么职位啊 我以前还算开大车的 现在可好 开成火车了 这你们不用给我省钱啊 咱就照着家破人王那么花 方便面和面包以外 牛奶香肠午餐肉什么的 可劲儿让家伙们走 走 方振江从一边溜达过来说 哎 那也花不了多少钱 三百万人都给你养着 每人每天十块钱 才三千万 你随便请个啊 什么得过金钟旅奖的明星 那不得给这个数啊 王爷 我跟你导班开 有个第二驾驶 咱就相当于开飞机了 对啊 你为什么不能租他十几架飞机空投物去 这我怎么没想到 就别弄你那套什么假大空的大天模式 这地下会设限的人太多 强哥 你的话题请的往 这么大的场面 早就该拍大片了 哎 王哥 你这次回家 你帮我一忙 你给我再扎数码相机过来 哦 我要把咱们每天的生活全都拍下来 也好给以后的大场景做一借钱 哎 还借钱什么呀 直接剪接到这个屏幕上 用去呗 谁还能告你侵权怎么办 哎 可惜 前几天在场景没拍下来 真是太可惜了 这时候童元玩弄着电话说 啊 手机拍下来的行吗 金少妍探过头去一看 只见童元手机里边 拍了一段长达五分多钟的 金兵偷鸣的视频 虽然是远景 而且清晰度啊 也不敢恭维 可是那真正的千军万马 冲杀和陷落的情景 却是任何大导演也制作不出来的 太好了 哎 童元 这手机送我得了 啊 这视频可以传给你 手机不能送给你 哎呀 你晓得什么 我拿五个钻石板的跟你换还不行 哎呀 你咋这么不懂浪漫呢 多少钱也不能换 那上面 还有我和小元的合影呢 呦呦呦呦 沈香 哎 据我所知啊 蒙古大营那边 秀秀也拍了不少照片 不过啊 冲锋的时候没有 他晕血 哎 以后供应的时候啊 我会在摄影师那一栏里啊 给给你们全都挂着名 挂着名啊 哎呀 可惜赢哥没在 要不然用MP4就能给你拍一个满地肃杀的意境 因为第一车物品纯属实验性质 数量不足以分发 所以也就是发给了一些将领尝尝 他们拿着面包尝了一口 嗯 都赞不绝口的说 嗯 这个馒头 嗯 真炫火 结果一下午和一晚上的搬运 新到的食品在梁山基地是堆积如山 夜之后 王太尉忽然带着人回转 问他出了什么事 王太尉说 你猜我在半岛上碰见谁了 谁啊 宋徽宗 原来呀 他早就从开封出发 准备来跟金物主谈判了 那梁子的事你跟他怎么说的 他听说太原府外忽然冒出了八百万军队 非要亲自跟你谈谈不可呀 呦 这不是挺有种的嘛 如果不是我们横插一杠 现在金兵已经攻陷了太原 宋徽宗是被迫来跟金兵谈谈的 按时间算差不多 只不过谈判的对象不一样了 陈氏 也就是说年内北宋就该灭亡了 王太尉 赵画家走到哪了 他已经绕到金了太原府 现在打不定主意是该请女去呢 还是他来我们的营里 我去 要强 那你打算带多少人呢 带几个一丝一丝就行 带的人多了 显得咱们连军心虚了 我瞪了王蔡尉一眼 刚想点个十几万人陪我去 刘东阳忽然说 带我一个人去就行了 难道你有万夫不挡之勇 我主陛下临来之前 交给我一封密函 声称凡是赵氏子孙 见子涵如见祖宗 绝无彼漏 我想 那徽宗总不敢连祖宗都不认吧 我不信 写的什么我先看看再说 电影里边咱们绝过 密函里写的要是 替我杀了此人 该怎么办 陛下说了 此信若留于外星人之手 不论是谁 一律灭口 按过恭请放心 陛下早想到有这么一天 才精心准备的 我将说起斗胆的话 陛下就算有加害伯公之心 他总不能弃我们六十万宋军 而不够吧 那好吧 就咱俩去 军师 等王蔭他们再运回一批东西来 就开始给大家发 好的 我和刘东阳两人来到太原府城门下 我抬头往城上一看 见守军是个个畏畏缩缩 面如白纸 我报了姓名 守军急忙放下吊桥 同是宋军 赵匡应带来的人和太原府的手兵那简直是天壤之别 刘东阳看看激励松散的北宋军心痛的说 想不到啊 陛下一手创业的基业竟然沦落到这样地的 当下有一个军官陪着小心的引着我们去见宋归宗 一路上百姓也是躲在门口嘎玩 对我们是指指点点 我跟刘东阳说 看来还得印一批安民传单来安抚百姓啊 唉 宋徽宗到来之后就暂住在太原太守的官邸里 我们一路赶来 只见府门口已经有身穿大红礼袍的太监 列成了两排公营 又有一个太监站在台阶上 见我们到了 坚声道 吴皇陛下有请萧将军入府面圣 我刚要往进走 刘东阳忽然拉了我一把 从怀里边抛出了一个小纸角 真而重之的平举其眉 威严的说 皇上口欲 见此寒如见正面 宋教召集 扫街迎翘 一群太监进阶全是什么 我擦着看小声说 是不是有点过来 皇上口欲 见此寒如见正面 宋教召集 扫街迎翘 那个太监急往跑了进去 幸亏太原府外 还挺着我们号称的八百万大军 要是平时啊 我们早就被乱刀分尸了 唉 人家要是就不出来见你 你怎么办啊 其实我 我也不知道 太监跑进去 不大一会儿 又满脸尴尬的走了出来 支支吾吾的说 皇上礼贤下事 亲自来请二位了 在他身后 一个惆怅的中年人 哀声叹气的跟了出来 看了我们一眼 侧身站着往大厅一摆胳膊说 两位 请吧 进了大厅 宋徽宗挥手 让侍从都退下 刘东阳大大咧咧的往椅子里移坐 一言不发 我打量了一下宋徽宗 发现这老小子还是挺帅的 他见刘东阳不太友好 便冲我微笑了一下 问道 这位 这位便是萧将军吗 好说 好说 不知道为啥 对这个可怜虫 我有点恨不起来 我们之间本来就没什么矛盾 我还是来讹人家 虽然口口声声说是为了他好 可这件事上 宋徽宗已经得不到任何好处 李诗诗叫出来 基本也没他什么事 按人介组的要求 他还得必须退位 小将军 朕闻你些虎狼之师 号称八百万 把金国四王子完颜无主 围困在太原府外 以达授予 却不知将军意欲何为 是要帮我大宋复兴河山 还是由虎视中原 一起扫平我宋金 好自立为王呢 哦 这是问我是想帮他呀 还是想黑吃黑 不等我回答 宋徽宗忽然表情古怪的说 据朕说 据朕所知 将军乃是水波梁山上排名的一百零九位一时 梁山之名朕早有耳闻 可是朕费尽猜疑 却总也想不通 你们是怎么聚起百万之众的 将军号称八百万 虽然未免夸张一些 但去探马回报 三百万恐怕还是有的 看来他手里的也不全是吃干饭 最让朕好奇的是 我大宋各地的子民 虽有千兮一举 可总人数并没有多少啊 那么将军的人马从何而来呢 谈言说 最近是之所匪夷所思 比先前的金兵八十万北下中原 更让朕情实难乱啊 怎么跟你说呢 反正这件事最后也不能瞒你 就全实话实说了 这三百万人哪 只有二十五万是你们本地的 那也不对 北边大理 西边的西夏和吐蕃 就反发清国之兵 也难凑齐此数 何况将军所带人马 大部分都乃中原之兵啊 你急什么呀 你急什么呀 听我把话说完了 在你们赵家人当皇帝以前 你总该知道 这江山还有别的皇帝 我太祖皇帝 为皆民之道选 陈桥一眠为其难 黄桃家身 乃是得与后洲财士的天下 可这两则有关系吗 再往前呢 再往前 说大国 那便是李渊和李世民父子建立的堂了 跟这个就有关系了 再往前说 我怕你说得累 我直接告诉你得了 我们的联军啊 除了大唐的六十万精兵以外 还有秦始皇麾下二十五万勤兵 和项羽三十万储君 至于蒙古人和明君跟你一时呢 也说不清楚 你只要知道我们这些人啊 都是从各个朝代聚集起来的 就对了 这么说来 你们是八国联军 你能不能给起个好点的兵 那多国部队不好吗 可怎么 这怎么可能呢 怎么可能呢 刘东阳一拍桌子 站起来怒道 怎么不可能 你到底是干什么事呢 还替你老祖宗替你分忧解难 你这个不孝的婚君 这位是 这位就是你们祖宗 赵匡胤手下的将军 我们联军里有六十万人 就是他老人家派来的 而等竟敢胡言乱语 如我祖上 刘东阳把一只拖在手里边的直卷 往前一臂 你自己看吧 宋徽宗犹豫了一下 这才一把抓过 撕掉风漆 展开纸条一看 顿时脸色大变 一双手也哆嗦起来 看到最后 整个人就像打摆子似的 站立不移 像神经病似的 不停的嘀咕 这可这可有何是好灵 真正修杀我也 这信上到底写的什么玩意儿 请主就会 赢一杯为谁 你为我送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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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穿上毒药 这泪有多梦美 只有你一句道 这心没有你 活着可想 这一世 我不要 这种魂来鸿叶里下 这一句我还很悲 我给你来生不勇敢 你敢比你天高上碎 尽住就位 饮一杯为谁 你为我送别 你为我送别 言之相悔 能爱不难给 天有多长 能比有多远 你是英雄 就注定无泪无悔 这笑有多危险 是穿成毒药 这泪有多梦美 只有你一句道 可爱的温柔 这心没有你 我这刻想要 你是阴影我不要 只中斑来红颜一项 你只有过来的灯灰 我给你来生多留爱 你只有过来的灯灰 你只有过来的灯灰 感谢收听本集史上第一混乱 明天同一时间 小强的混乱生活依然快乐继续 本剧原著张小花 改编程寒 编辑海燕 监制好味群刘孝 演播张杰 爱宝梁 小曾 本剧改编自起点中文网作品 史上第一混乱 原著张小花 小花 小花 杨 小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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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